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小饭 昨天咱们家的饰饼 一上架就被大家抢空了 五六百单 直接一个多小时卖完 在这里小饭和媳妇 也是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很多朋友后来才看到的 都没有拍到 问咱们家的饰饼还有没有 现在第一批饰饼是卖完了 已经没有了 但是很多朋友都还想吃 这个没关系 因为咱们家这边柿子还有 我们这边的饰饼 都是纯天然晾晒的 所以它出来的速度 就没有那么快 一个柿子到一个饰饼 它需要经过 15到20天左右的晾晒 所以这样才能出来 好的品质 很多朋友说 我们还可以一直卖 但是我们就是想把 自己家里这边的好的特产 分享给大家 如果是那种烘干的烤干的 那些我们就宁愿不卖 对吧 对 咱们就是宁愿少震点切 也要让大家吃到好的特产 所以咱卖完就没有了 这一批就没有了 下一批的话应该还要等个几天 到时候大家可以看咱们的视频 或者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微头条 到时候一有了 我们就会给大家预告 大家放心好了 很多朋友之前都吃了咱们家的脆柿子 很多朋友吃了这个脆柿子之后 都想吃咱们家的饰饼 所以呢 昨天的第一批卖完了 很多朋友都给我们发私信了 还有在视频下方留言 说要拍这个饰饼 搞得我们都不好意思了 我们其实也想囤着货 然后再给大家统一的发出去 但是这个饰饼一定要吃新鲜的 一定要吃好的 所以量散出一批 我们就会给大家发出去 然后没有就是没有了 没有买到的朋友们也不用着急 因为我们这边真的是 中国的柿子之乡 柿柄真的很多 柿子也真的很多 但是我们只想把好的品质 给大家送过去 所以大家不用着急 过几天就有了 看看就是这些柿子 用这些柿子晒出来的柿柄 它就会很好 所以我们也是 你看基本上它上面的 每一个果都是很好的 因为我们从它小的时候 到长大的时候 就会一直的把不好的那些果 把它摘下来把它丢掉 所以剩下来的果都是这么好的 不管是脆柿子 还是用来量散四饼 它这个品质都是很好的 很多朋友希望我们再上架 但是我们是为了保证好的质量 一定要是量散好一批 卖一批量散好一批 再卖一批 不能说很多朋友要 然后咱们就去把一些不好的货 或者是质量不好的柿柄 给大家发过去 媳妇你说对不对 对 我们一定要把控好质量 对朋友们那么支持我们 我们一定要把控好质量 如果大家是现在想吃的 可以吃一下咱们家这个脆柿子 我们家的脆柿子 现在也是做到一个真功包装 现在天气斩凉的话 也会收到的果会更脆更甜的 对大家吃这个削皮吃了 好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里面的柚枝非常的鲜嫩的 多汁 柿子它是一个清甜的味道 有一股柿子淡淡的清香 我很喜欢吃 我们家的孩子都喜欢吃 今天女儿带了一个去学校 对每天都会带去学校 我们自从上架了脆柿子 也发现很多朋友 都是特别喜欢吃 那咱们家的柿饼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如果大家还想吃柿饼 咱们过几天到时候有了再拍 这个柿子大家可以尝一下 你看 嘎嘣脆的 那我们现在就沾柿子 好吧 那我们现在沾柿子了 走 再继续视频了 拜拜